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课题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 是之后又有两位网红 其实不止两位网红 有很多网红 因为网红的门槛其实很偏低 其实只要你敢做某些事 不一定是要敢录 其实你只要敢骂出话 或者是你只要敢做一些常人不做的事 马来西亚的网络氛围就是这样子 很喜欢看热闹 所以你只要做出这种 可以让人看热闹的事情 你就很容易红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的网红门槛 就有好多位网红 针对这个企图自杀的事情 发表了意见 有些是支持 因为他们是朋友吧 支持这位网红 这位企图自杀的网红 有些是抨击他 有些是说他活该 也有 但这两位 这些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这里就不重复 为什么我今天要再讲这个课题 是因为有两位网红 他呼吁大家 呼吁政府要制定法律 来限制网络的自由 他说网络太自由了 很容易 这些人随便要霸凌人就霸凌人 所以我们要政府来做一个法律 来限制网络的自由 然后还大阵仗的 搞了一个 哎呦我鼻子流血 有毒有发来 就是刚才给书打到 没关系 给书打到一下流鼻 应该有一个伤口 我猜一下 没有了 回到刚才 这两位的网红 他比较不一样 他呼吁大家 叫政府来管制网络上的言论自由 不然很多人霸凌 然后他还大阵仗的 搞了一个online的petition 就是请愿书 叫大家去签名 然后他有一次直播 还拿出五万块钱 说鼓励大家 去签这个名 去支持 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要讲一下 因为很严重的情况 很多人不知道 首先我先说我petition的立场 其实我一早就说 在铁本群的独有都知道 一直有独有说 一直都有很多人 包括政党 他们会推出各种各样的petition 包括之前505 我们以为西蒙会赢 西蒙也确实赢了 popular vote 就是赢了多数票 但没有换成政策 当时也有人签petition 我的立场从来都是一样 不管是什么课题 其实petition是费的 根本没有人管你的petition 你多少人签 其实就是一个自爽的东西 其实就是自爽的 之前有各种轰轰烈烈 几百万人签的petition 几十万人签的petition 到最后也是没有什么改变 所以这个petition说要呼吁政府来管制言论自由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做戏的动作 当然这两位网红过后一连串 又拿五万块出来 然后又做了一连串的video来绑驳这些人 然后说自己中文不好 其实他不是要管制网络自由 他是要管制霸凌这个行为 不管怎么样 其实这些我们只要看透 其实都只是一个划重取仇的行为 很明显是划重取仇的行为 然后这种这个事情 其实我不要讲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马来西亚的法律情况是怎样的 所以就会给这个无知 我说直白一点 这两位网红 他们的无知的言论给忽悠了 他们说了什么无知的言论 他说马来西亚网络太过自由了 很容易给人霸凌 所以我们要限制网络的自由 这本身是一个错误 为什么 第一 我们网络马来西亚其实本来就有一个有相关的法律来限制网络上攻击其他人的言论 霸凌是百分百错误的 我上个礼拜的 任何人都不应该去霸凌的 你说他有骗钱 你可以公开他骗钱 但你不可以说他去死 不可以去攻击他 你说我有给他骗钱 你可以举出你的证据 然后请你去报警 因为你在网络上 不管你举出多少的证据 其实都是废的 他不会被审击 你必须要去采取行动 如果你只是在网络上揭发 然后你没有去报警 没有去采取行动 那我可以合理的怀疑你的揭发是怎样的 因为你不敢去报案 你报假案是一个犯法的行为 所以你不敢去报案 就像我们之前讲过 安华跟Zahid一直说 他们的录音是假的 然后说会去报警 到现在都还没有去报警 他们去报警 一定媒体会大肆的报道 结果到现在都没有报警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报假案是犯法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去霸凌 但不代表我们要叫政府 来介入这个行为 来制定新的法律 来压缩我国的言论自由 我国的言论自由本来就很低了 在紧急法令1月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 我收到消息 政府会进一步的压缩 我国的言论自由 媒体包括 电视台他们邀请的评论嘉宾 都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了 我早早就收到消息了 我当时也有 大家 然后 反假新闻法 一个以国政时代推出 被西蒙时代废除的法律 国门政府又拿出来用 假新闻当然是错的 反假新闻是反一个错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要反对 因为在反假新闻里面 由谁来定义什么新闻 是真什么新闻 只有政府来定义 所以政府他可以很容易的通过这样定义你为假新闻的方式来打击你 然后来限制言论自由 促成一个一言谈的行为 只有他说 没有你说 他说真新闻就真新闻 他说假新闻就假新闻 即便这个真的是真的新闻 所以反假新闻法 它的问题就在这里 国门也拿出来用 所以之前我一月 我说我收到内幕消息 国门已经开始限制言论自由 而且会进一步的 更严厉的去限制 大家逐步看到了 然后我们刚刚前几天的新闻出来 我国的言论自由 大跌18个排名 所以可以很明显看到 所以从这里 就可以知道这两位网红 他的言论多愚蠢 我们马来西亚的言论自由 已经够低了 你还要叫政府来干涉 而政府干涉 他定的法律 就是跟反假新闻法是一样的 有他讲没有你讲 所以你这个是 完全一个错误的东西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网红说 马来西亚没有法律 可以针对霸凌的行为 这点其实也是完全错误的 马来西亚的法律是很完善的 基本上各种各样的办法 在马来西亚都可以找到法律来对付 包括你在网络上霸凌他们 这点我之前也有分享过 在通讯及多媒体法律 233条文之下就有讲 如果你在网络上 或者是用电话 用传真机 用网络去骚扰他人 去侮辱他人 去羞辱他人 你就犯了233条文 我还特地去找了这条法律出来 如果你犯233条文 你被判罚之后 你会面临5万块的罚款 和坐牢不超过 坐牢不超过一年 或两者坚持 所以这不是一个太严重的罪行 但也是不轻的罪行 之前我们讲过 企图自杀也是犯法的 企图自杀 就是你自杀不成功 因为你自杀成功之后 你就是死的 你自杀成功 没有法律可以对付你 因为你已经死 所以我国的法律 针对企图自杀 是309 刑事法的309条文 他的判罚是多少 也是一年罢了 所以你在网络上霸凌 跟你企图自杀 其实他的惩罚是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之前李源林的事件 我就有说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一直在攻击李源林 你犯法 你企图自杀 你已经犯法了 但大家没有意识到 自己这样子去一直羞辱他的行为 也是犯法的 所以233条文 大家要记得 而且233条文本身已经够广了 任何网络上的言论 只要你 不正当的使用 他就可以控告你 他就可以转 所以已经够广了 这两个网红还要进一步压缩 还要让这个更多的恶法出来 这本身是很错误的 然后除了这个233条文以外 我也要特别讲一下 刑事法典的305跟306条文 305跟306 大家都知道 309是我刚才所说的 企图自杀是要面临一年的坐牢 是犯法的 但大家没有发现到 其实在305条文 306条文 是关于教唆他人自杀 所以当杨宝贝自杀不成功 如果你在留言上说 你怎么不去死 你真的要自杀 你应该成功 你不成功 你就是做戏 你就已经犯下 教唆杀人的罪行 而教唆自杀的罪行 是远远超过其他自杀 或者是刚才我们所说 网络上霸凌他人的行为 305条文是 如果你教唆自杀的人 是未成年人 18岁以下 或者是弱智的人 或者是喝醉酒的人 你教唆他自杀 说你可以去try一下 因为他们喝醉了 或者是他们心智不成仇 或者是有生病的人 有精神病的人 你教唆他自杀 所以可能会落在这个范畴 因为他很有 忧郁症 忧郁症也是一个病 所以你教唆他自杀 你可能会落在305条文 305条文非常非常的严重 20年的坐牢 所以当你在攻击说他人犯法的时候 在霸凌他的时候 你犯下的是远远更严重的罪行 要坐牢20年的时间 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大家真的在网络上要慎言 我一直说 不管你多讨厌他 你都不应该期望他去死 即便他是你的仇人 你也不应该期望他去死 这本身是你心里有一点扭曲 他犯法 他骗人的钱 为什么要他死 罪不至死 你接受法律的制裁 接受法律的惩罚就可以了 像纳吉 我公开的说我希望他神之以法 我希望看到他坐牢 我希望他会付出代价 但你说要揍他死 我不同意 他死了又怎样 死了一了百了 死了是赎罪吗 赎了什么罪 什么罪都没有赎到 所以是这个道理 然后第306条文就是 教唆自杀普通人 你教唆普通人自杀 就坐牢10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非常严重的随时 不要在网络上犯下这种法律 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 法律小讲堂 把这个法律分享给大家 所以有人就会问到 那有这么多人在网络上 叫理员 叫杨宝贝 你自杀 踹多一次去成功 他们犯法了 为什么没有被抓 道理很简单 因为没有人举报 所以你觉得他做错了 你可以去举报 你可以去举报 不要做出这种 可以让人举报的事情 因为即便有没有人举报 你都是犯法的 同样的道理 我半夜闯红灯 我是犯法的 但我有被抓 如果没有警察在那里 没有人在那里 没有被拍到照 我就不会付上任何的代价 但事实上我还是犯法 你是在底会被抓到 还是不会被抓到 所以真的在这里 强烈呼吁的大家 不要去做这种事情 不要去做这种事情 然后在这里 我想分享一个新闻给大家 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 在2016年的时候 在马来西亚沙劳月 有一个 2017年 有一个女生 她在Instagram上面 post了一个投票的题 她问大家 她说我现在有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要征询大家的意见 大家认为我应该死 还是应该活 我应不应该自杀 结果有69%的网友 Instagram的网友 马来西亚的网友 2017年的事情 他们投下了死 69% 你应该去死的 然后这个女的 真的就跳楼自杀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 这些人他们是 真的有寻死的心 还是假的有寻死的心 这个事情我已经讲了 第三次了 所以永远不要看清 一个人 他说我很想死 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你可能觉得 他是开玩笑 但你不要起到 推波助兰的那个功用 千万不要起到 我一直强调 有独有说 真正要死的人 是不会透露 不会给大家知道 我想死 我要死 直接去死罢了 这是错误的 完全错误的想法 因为没有人是想死的 每个人都是怕死 所以当他真的想自杀 他很想死的时候 他心里会生出一个 抗拒的心态 这个抗拒的心态 就会发出讯号 给身边的人知道 我想自杀 你们快来救我 这个就是心理学上 大家有去看心理学的书 都会知道这一点 所以你不能说 一个想死的人 他告诉他想死 他其实是attention seeker 他是attention hold 他想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想要hold 这是错误的 千万不要抱有这种想法 所以这个课题很严重 所以我特地讲一下 然后也分享当中的法律 也分享了一点法律的小知识 希望大家可以得到一点知识 所以第一个讲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先回到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载子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